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华县长主播员参与盛会并鼓励大家多走出户外 这样才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心情与幸福的人生 我们税务局为了大家的健康为了亲子的和谐 举办了这一次的亲子践行的活动 我看大家都运动的很快乐运动的很健康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大家更加的了解 我们在税务上应该有的权利以及义务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大家在星期假日的时候 我们可以带我们的世大人 带我们的爸爸妈妈 带我们的孩子小朋友 出来健行 出来散步 出来运动 大家有健康的身体 就有快乐的心情 我们有快乐的心情 我们就有幸福的人生 今天还准备很多丰富的摩柴品 亲子践行活动 地方税务局准备了非常丰富的摩柴品 有美丽达登山车等3000份奖品 现场也有许多有奖 贞达送赠品的摊位 吸引民众排队参加 不少民众更期待 99年5、6月及7、8月的 统一发票到活动现场 响应捐发票送爱心活动 民众参与情况相当踊跃 卓县长亿现场抽出脚踏车等大奖 幸运获奖民众均开心与现场合影留念 注意哦 注意听哦 我们抽出来是捷安特脚踏车 捷安特脚踏车 1398 1398 真的要在现场哦 1398 这不在 1398 有有有有 1398 1398 有有有 真的 我们的黄树叶黄老师 醒上来 来 好 地方税务局表示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社会大众了解 有关地方税的租税尝试 及各种申报与缴税方式 并养成购物 餐饮时主动索取统一发票的习惯 以其达成财政部 以财政支援建设 以建设培养财政的愿景 以财政策的人 去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